國內大事關心完 我們來關心國際大事 因為美國總統大選現在已經進入倒數了 在今年大選的部分 大概一共七大搖擺州需要來關注 但是這兩黨當中砸最多資源 在哪一個搖擺州呢 就是你現在地圖上看到 我們為你點出來的冰州 有一句話甚至還說 得冰州者得天下 或許你認為過去真的是聽了很多了 得哪一州得天下 但是這次這句話或許並非空話 因為在過去的十次選戰當中 有八次拿下冰州的候選員 最後都成功進入到了白宮 近期有一個政治統計專家 他的大名叫做Snake Silver 他就分析了 假設如果賀錦麗真的拿下冰州的話 那麼他當選的機率將會是百分之九十一 但是如果是川普拿下冰州的話 他的機率將會飆到百分之九十六 所以我們來解構一下冰州這個州 他過去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 他是一個鐵鏽帶 過去是美國的工業核心 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拜登當時在冰州是以百分之一點二的領先 最後拿下了冰州 那如果你在回推在上一次的大選的話 川普是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他當時喊出說把工作機會留在美國 所以最後把冰州這個州 拿到了百分之四十八點二的得票 把藍天變成了紅州 所以冰州這個地方 到底要怎麼樣打盡選民的心呢 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冰州這個地方 他其實除了有大型城市之餘 他同時也有農村 而且拉丁裔的移民數量是越來越多 這因此民主黨現在目前的選戰策略 就是希望能夠鞏固這片藍天 因此現在還在任的總統拜登 他就說了他要否決一件事情 就是日本製鐵去收購美國鋼鐵 講簡單一點 他就是要否決日本的企業 去收購美國的企業 而且就在冰州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留住藍領階層的支持 但是川普在冰州遇刺這件事情 同情票會不會因此出現 當然這對於民主黨來說 現在絕對是一大隱憂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以哈戰火 雖然這遠在中東 但是對於美國的搖擺州來說也有影響 不過影響的不是我們剛剛跟你討論的冰州 而是在密西根 在密西根這個週次 因為有三十萬的阿拉伯義 還有穆斯密林的選民 所以假設如果持續流失這些選票的話 賀錦丁的優勢恐怕就會一再丟失 假設如果剛剛提到 這個冰州跟密西根這兩週都丟了 冰州的選舉人票是十九票 密西根是十五票 兩個州加起來三十四票 哇這三十四票對於目前激烈的選戰來說 這絕對是不能少的票源 這也是今天我們要跟你討論的國際話題